马提南给介绍 品牌简史 品牌的诞生意味着人、地方等的唯一性诞生 产品与选择 在古罗马,一些制陶酱常常在制作的锅上打上标记 让人们可以分辨出是谁制作的 这样,人们如果对锅的质量满意 就可以买这个制陶酱制作的其他产品 后来,酿酒酱和榨油酱也在他们的产品上打上标记 以与其他工匠的产品区分 他们发明了品牌与包装 中世纪开始使用的顿灰就是品牌标志 工匠刻在每把键上的名文都是品牌标记 是对产品质量的保证 没有品牌就没有选择 即使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也要为他的教皇职位打上标记 因此,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里摆堂的墙上作画 但是,标记并不仅仅关乎质量 还与个性相关 每个国家的旗帜都是一种标记 这就是我们被标记包围的原因 因为社会财富也可以通过人们拥有的选择数量来衡量 不管是关于什么产品 产品进入现代市场 寻找客户 身处大市场中 我们发现自己其实处于很多市场中 现在,所有市场都需要自己的品牌与包装 即使市场内消费者很少 这正是米开朗基罗KX48P诞生的原因 因为现在,所有消费者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品牌 美观 经济实用 还有机会包装打印少量产品 而无需支付更高昂的费用 未来会有成千上万的品牌与包装 只有一家公司能以最佳方式展现它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包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包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包装